手一不一 道教叫暴力 任何东西只有使身心统一了 才能够进入到那种 很深层次的心理的状态 身心是分别的 一切都是对立的 心理是矛盾 充满了妄想 身心要统一可能 所以一定要 遗用这个方法 手一 手一 这个意思是什么呢 在开始的时候 它就是一个方法 一个念头 一个工具 比如说 现在大家 念阿弥陀佛的很多 你就 守住这一段阿弥陀佛 这是第一 你 手修禅定的人 用观呼吸 呼吸是什么呢 十一 你就好好的守住 不要转租团 不要转移目标 行禅中的人 谈话的 关心 那也是个意 你要好好守住这个一 不要软一 一直把这个功夫忧下去 朝日式 夕日式 年日式 日式 日式 时日式 时时处处 都如是 做了三年不再 你再试试看 那是一定有效的 一定在一切 右面前 说不了足 在一切均匀的环境中 能够 头得破 看得破 放得下 这个功夫啊 一定要做 不做这个功夫 老天就在口不散 永远地看不过 永远放不下 当然 和自在就更无人了 手一不一的功夫做到家 所谓做到家 不是只三天五天 也不是三年五天 连古人都说要三十年 二三十年 我们一辈子都做好这件事 这就是最大最大的事 做到二三十年以后怎么样呢 就达到一夜不深 手一不一的目的 是要达到一夜不深 一夜不深 那就是禅定的高峰境界 那就是时空统一的状态 那就是一切被禅定的消失的状态 到了那个状态 那才真正是旧了场景 才真正是一夜不深 一夜不深的 不是说没有念度 还有念度 在那个时候的念度 是把一切时空状态都消涌到的 那样的一个念度 不是讲话 那是禅定的高峰境界 高峰状态 只有到了禅定的 这种高峰状态 但是 时间空间 才不会起作用 一个深入禅定的人 十天二十天 一过了十一年 他进入禅定以后 也许感觉到 九十七秒钟的时间 时空状态 到禅定的高峰期 它被消失了 因为 为什么会消失 今生如此的对立没有 一切对立没有 一切对立没有消失的时候 它才能够 是 超越 时空的局限 而且 昨天晚上我讲到 阿弥陀佛 无量光 无量寿 那就是时空的 又是 这种 在成了佛的人来讲 已经 不起作用 因为 有环反反尘神 转迷回悟 就是在 这一堂 这一颗我是把它叫做灵光荣耀 灵光是什么呢? 就是我们的心的感慨 很难面误 或者是我们的真心、显现 复兴显现 没有的发生的显现 灵光荣耀 那种状态就进入到一念万言 真正成了 灵光荣耀 大地山河 时空、日冷、精神、物质 都捏成那笔巴 才能够有灵光荣耀的时间 否则是不会 所以大家一定对我们的生命要充满信心 对我们本有的光明自信 功德、法财要充满信心 充满信心就可以 一目的天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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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